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装到盘子当中 拍一下 芹菜好了 切点片子 再切点蒸姜 切成碎末就行了 下面我们切点羊肉 切大块 切点油 肥色相间 切成碎末就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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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成碎末,切成碎末就行了 切成碎末就行了 切成碎末中 切成碎末滑 我们炒肉一定要把这个肉,要把它拦干,可分炒出来,让它香 一定要把肉拦干,让味儿,肉味是点香,一定要把肉味炒香,否则的话跟水酒菜一样 肉炒的程度,我们就可以了,放一点花椒,花椒是增香作用,去腥增香,非常棒 家里我们放点辣子酱,碗里火稍微加点咸盐 碗里火,把这个匣子和生姜倒进去,进行炒 炒到这程度,我们加点酱油 炒到这个程度,我们就把菜倒进去 翻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菜就好了,我们最后我们来点锅边醋 来,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看,颜色 我们这个加上那个芹菜炒肉就炒好了 大家看,这个肉,颜色,菜的颜色都非常搭配 而且大家看,它外带一点汤,这个吃米饭,吃馒头,都非常下饭,非常不错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,在评论区评论,谢谢大家 不欢迎来,请不吝点赞,去那儿 评论区评论区热 在 评论区签等,大家方要看,每个小型的圆非常搭配